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其实在2009年考古团队在洛阳就发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墓穴 那经过分析啊发现这墓穴的主人就是三国名将曹修 那这个墓穴啊里面的规模可以说是极尽 很精奢华 富丽堂皇 那可以拥有这样厚张待遇的人想必他的身份地位一定是很高 不过我们知道曹修他其实只是曹操的族子 那所谓的族子就是同族兄弟的小孩啦 那不是直视缺缺缺 对对对 不是亲生的 那他为什么能够拥有这样的待遇啊 因为其实曹操真的非常器重曹修 那我们知道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曹操清帅就是虎暴记 就是超级有名的精锐部队 他当时让一个人统领 那一个人呢就是曹修 他真的很信任他 是 而且当时他统领虎暴记的时候是屡战屡神 一路就是杀骗天下无敌手的 但是一直到后来石亭之战的时候 曹修却打了一个败仗 还因此丢了性命 我们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曹修是一个很可爱的将领 但是三国演艺把写得很讨厌 当然就是演艺小说跟正史上面是有差异的 那他被称为是这个曹家的千里居 根据史料记载曹修是曹操祖子 十岁时父亲过世和母亲相依为命 被吴俊太守收留 在吴帝也就是后来的吴国长大 曹修听到曹操举兵起义 到处招人 就前往中原去投靠曹操 等到他拔岸测水去见到曹操的时候 曹操对这个小孩非常地喜爱 就认为说他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 回到他这个故乡来真可贵的 所以就像千里马一样 曹操的勇猛无双身或曹操重视 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不仅和曹操同时共宿 曹操还带着他四处征战累积经验 安排到最精锐的虎豹记部队 虎豹记的统领历来都是曹氏将领 像是曹真 曹操还有曹淳 曹淳死后因为没有适合的人选 所以曹操干脆自己坚韧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支虎豹记王牌军 在曹操的心中有多么的重要 曹操既然把曹操来任命为虎豹记的最重要的主帅 其实就是对曹操最重要的信任 那除了他的能力之外 应该也是他的忠心耿耿打动了曹操 而接受过精英训练的曹操果然不负曹操所望 立下不少战功 东汉建安末年为了争夺汉中 曹操与刘备两大阵营爆发夺起战争 刘备派吴兰进攻五都 曹操则是派出曹洪应战 曹操担任参军 私下对曹操说 你名义上是参军 实际上是军中主帅 那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 曹操对曹操有多么的重视 事实上在汉中之战中 曹洪也把大部分军务交给曹操处理 就是认定曹操有相当的能力 可以主宰战事 要作战的时候就发现说 张飞带了一群人到他的后方去 到了顾山这个地方去做防范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张飞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切断他们的后路 就很害怕 曹操看到这个状况就说 这是张飞在虚张声势 马超的那边的部队又产生叛变 所以整个状况来讲 就被曹操给料中 所以曹操是后来曹操时代 跟这个魏明帝时代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家 曹操一一六中敌情 试破移兵之际 张飞果然不战而退 由此就可以看出 他在战场上过人的智慧与胆士 汉中之战结束后 曹操深受信赖 曹操继位后 他负责对东吴作战 不只收买不少敌队将领 还烧毁吴军树千座营帐 孙权再也不敢轻易 进犯曹操继房区 这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东吴这一方面 一个太守叫周房 我们讲周楚楚三害 那他就是周楚的父亲 那他呢 当时用诈祥的方式 联络上了曹操 既然二位将军认为是良机的话 那就派兵去接应吧 大司马素来坐镇东南为主将 率十万大军直下巡洋 那魏明帝就觉得 这样很棒啊 我有个机会 可以把东吴给拿下来 他很谨慎 他不是只有一路人吧 他派了三路 那分别是有贾奎 司马懿 还有就是曹修 那主力呢 是在曹修这里 因为他要去进攻晚城 跟周房来做会合 没想到只是单纯的派兵接应 会演变成一场大战 西元二二八年的石亭之战 是曹修人生中最后一场战役 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挫备 一时不差差一点 就要把曹魏所有的兵力 埋葬在这里 曹修原本是将信将疑的 因为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就派了一些密探 去做一些侦察 就侦察结果就发现说 孙权真的很讨厌周房 而原本就被东吴将领 投降麻痹的曹修 此时又被周房的种种 作为所获 所以后来才会逐渐被落入了 大乡的骗局之中 惊艳老道的曹修 最后会放下戒心 就是因为周房功夫做足 不只派亲人送去戚封亲笔书信 并且强调绝对不能外流 否则性命难保 甚至自断头发 显示受到处罚 在吴国备受侮辱 其实在出发之前 曹魏已经有人看出问题所在 却都错失良机 怎么说呢 原因是一位 奖纪在中央劝谏曹瑞 命令发到地方时慢了一步 而在地方上的蛮宠 发现问题 可是上表还没到中央 曹修已经出动 当时曹修当然心里面所想 我是皇帝任命的 而且我的招降的手段这么高明 周房也是一定是被我招降的 在这个时候都劝不了曹修 可是曹修后来被围困的时候 十万大军被围在那个江水旁边 甲魏本来就跟曹修不合 常常因为战术 战略上面 常常会发生争执 但甲魏这个时候 竟然无私地冲进敌政里面 救回了曹修 曹修可能觉得恼羞成怒 因为第一个这个战争失败了 第二个觉得无言面对父老 没想到你还把我救回来 所以后来并没有对甲魏产生感激 反而对甲魏心生怨恨 曹修作战不力 退守时停 被吴国将领陆逊击溃 损失上万 他明知道受骗上当 但曹修撤退实在太可耻 丢不起这个命令 只好坚持一战 一来是因为曹修自负 认为自己即使中计 也能够力挽狂澜 那二来是战略考量 因为他认为 既然自己已经中计 十万大军临时仓促撤军 不仅影响军心 还会遭到无军追击 损失将会更惨重 魏国亲十万大军的石亭之战 已惨败告终 魏国对东吴的战争 将转功为首 直到过了整整二十三年 才敢再次发动 大规模的伐无之战 魏明迪曹瑞 虽然没有特别指责曹修 反而派人安抚 但曹修自认惭愧 不但梅利公还损兵折将 就连自己也受了伤 郁郁寡欢之下 没多久就因被驱发作 病逝了 他的一死 就让司马懿得了便宜 因为司马懿 从这里面的一个机会 就可以看到说 他成为军方的更往上层 就可以更接近权力的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宮远 估论 姦 空